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继续来聊一聊 共产中国对台湾 甚至是日本的恐吓行动 还有各方反应 那首先呢就是昨天提到 说共产中国向台湾的 北边、东边和南边的 周边海域发射了 11枚东风弹道飞弹 那其中呢有飞弹呢 是越过了台湾的 上空 那是上空,不是领空 那领空呢 按照国际航空联合会 认为说领空的 最大范围只有100公里 超出100公里的范围 就属于外太空 那在外太空呢,世界各国的 飞行器、太空船 星链、卫星 都可以自由的活动 那共产中国的飞弹 在越过台湾上空的时候 肯定是超出100公里的 所以说呢 并没有入侵台湾的领空 也不会对台湾 有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不会威胁到台湾人民的 生命财产的安全 因为台湾的国军都能够预测到 这些飞弹落地的地点 那都知道他们是会落到台湾东部周边的海域 因此呢,当然也不会发布空袭警报 那至于说国防部是否应该披露这个消息 我觉得各有各的看法了 那因为这个消息呢 是日本这边先披露的 那后来国防部才证实 那其实世界各国的军方 国防部 那对于这些军事相关的消息 有所隐瞒 不会全部披露 都是很正常的 那无论是出于军事机密的这个原因 那还是有的时候是顾虑到 那本国的明星士气 那譬如说像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那乌克兰的军方 就基本上没怎么公布 乌克兰军人的死伤数字 我印象中 公布死亡数字和伤亡的数字 还是几个月前的事情 之后就根本就不怎么公布了 那这当然是想要呵护乌克兰人民 乌克兰军人的明星士气 那所以说其实无论是出于军事机密的考量 还是守护世界各国的明星士气 有的时候有一些信息 都不会完整的向外界披露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当然其实这些讯息 对于世界各国的观察家来说是很有用的 它有利于大家来思考 判断共产中国的意图 共产中国的状态 那譬如说很多人就比较 9596年的台海危机跟现在的这个情况 认为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升级 那因为9596年的时候呢 共产中国的飞弹并没有跨越台湾的上空 那而且那个时候呢 是6枚飞弹 那这一次呢 是11枚飞弹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 那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说 的确这个事态啊 当然比那个时候 是更严重的 但主要不是因为共产中国的 这个对于这一次 对于台湾的意图 更激进 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共产中国有更强大的能力了 共产中国它 再也不是9596年的时候 那个共产中国了 它现在强大了 它更有自信 有更大的能力 很多人就提到说 其实那个时候 9596年的时候 共产中国的飞弹的 这个它对飞弹的 这个射击的能力 还是不如现在的 你像现在啊 共产中国化的这些军演的区域 它的这个飞弹射击 都是落在这个相应的区域 那所以说呢 现在共产中国 它的能力 有了大大的增长 它向世界各国 在展示 它的军事上的能力 它在秀肌肉 所以说大家感到 这个受威胁的 这个情况 是越来越大 但是其实并不是说 现在共产中国 比9596的时候 它的这个意图 更强烈 并不见得 它比那个时候 更想要入侵台湾 只是它 颠覆世界秩序的 这个能力 是大大的增长了 它的确有这个实力在 那当然 其实这一次 共产中国 让世界很意外的 就是它不只是 对台湾 有这些恐吓的行动 它这个恐吓的行动 有一部分呢 是冲着日本去的 它在恐吓日本 甚至是驻日本的美军 那昨天的这些飞弹中呢 有五枚是落到了 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 那这也是首次 共产中国发射飞弹 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共产中国在画 这个演习区域的时候 就有一部分就画到了 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 因为我看到有人开玩笑说 是不是意外落到 日本的专属经济区的 不是 这是共产中国 非常非常有意识的 在恐吓日本的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当初共产中国画军演的 这个区域 画到日本专属经济区 日本就很忧虑 现在果然证实 共产中国的确 它不单是 它不单是有意要恐吓日本 而且一次就射了五枚飞弹 到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当然也让日本的人民感到非常的忧虑 所以说日本政府也强烈抗议 也要求共产中国马上停止军演 但是当然共产中国是不会停止的 它不单没有停止 而且它还对日本的行动更升级了 我看到说最新的消息是 共产中国的无人机飞越了 公谷海域 飞越了公谷海域 那这些行为都触发了 日本的这些战机 预警机 侦察机 包括驻日本美军基地的 这些相应的这些侦察 侦察机的起飞 来有所因应 所以其实 共产中国这一次的军演 不只是要来恐吓台湾 它也要去恐吓日本 包括恐吓住日本的美军 至于它会不会收到相应的效果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现在很多人认为说 日本在修宪上面 在提升国防预算上面 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民意的支持 甚至是得到这些反对党派的支持 那这一次 其实对日本社会的震撼是很大的 那毕竟不像台湾 长久以来就生活在 共产中国的文攻武和之下 日本呢 很多人还是有一种 虚假的安全感 那我以前跟大家聊过说 整个加拿大呀 美国呀 欧洲啊 都有这种虚假的安全感 其实日本也有 日本也有 那这个虚假的安全感 终于被共产中国的 这五枚落入日本专属 经济区的飞弹给打破了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虚假的安全感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你要是真安全也就罢了 你真安全 觉得安全 这很好 但是你要是其实很危险 但却觉得很安全 那这非常非常的糟糕 非常不妙 所以说日本社会有可能 就此能够慢慢觉醒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那当然 那日本的这个抗议 那要求共产中国 停止军演的这个反应 当然也让共产中国很生气 那日本的这个外交大臣 在这个东协的会议上 发表演说的时候 那共产中国和俄罗斯的外长都退席 以示抗议 都是表达抗议 那包括说 共产中国的这个 也对美国有很多的这些 抗议的动作 那因为美国这一次 其实我觉得美国这一次的表态 让我稍微的有一点点失望 实际上是有一点失望的 那嘴巴上虽然说的还挺好 那但是动作上 其实是对共产中国有所示弱的一个动作 那譬如说呢 这个雷根号 那航母打击群 虽然说呢 也在台湾海峡的这个区域 台湾周边的海域 监控情况 但是呢 比9596台海危机的时候 比96台海危机的时候 停留的位置 离台湾海峡的入口更远 停的更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拜登政府 那延迟了一次 洲际飞弹的试射 原本定好的飞弹的试射 延迟了 那其实今年3月初的时候 当时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那拜登呢 就是为了不升级态势 为了不刺激俄罗斯 而延迟了一次 原本预定好的洲际飞弹的试射 就是这个行为模式 让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失望 非常失望 你在这个时候 表现出来一个退缩的态度 是非常非常不妙的 是会刺激共产中国的野心的 但是当然就是说在其他方面 我觉得美国仍然是 站到全世界的前头 这个总体而言 美国仍然是世界各国里面 最支持台湾的 最出力的 这个你从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也能看得出来 但是呢就是说 付出的很多 支持的动作也很多 但是总是让人觉得在示弱 就是拜登政府 总让人觉得在示弱 这个是让人觉得很失望 你付出支持这些都很好 但是你示弱的态度 那是会刺激俄罗斯和共产中国 这种国家 让他野心更增长的 那是非常非常不治的一个举动 那美国这边呢 当然也召见了共产中国的大势 那要求共产中国 停止这些对台湾的恐吓的行为 那共产中国这边呢 除了取消 那双方的这个 八个合作和会面之外 还制裁了 佩洛西和佩洛西的家人 这都是能想象到的一些举动 那所以说其实这一次 共产中国不只是在恐吓台湾 他还在恐吓日本恐吓美国 希望能够让日本和美国的社会 有所觉醒 那尽管说国际社会的反应 目前为止 我觉得都还是让人觉得挺欣慰 那除了我之前跟大家聊到的 这些G7欧盟 日本的这些反应之外 你包括澳洲 最一开始呢 反应还是有一点软弱的 提到说希望各方克制 但是后来看到说 世界各国的这个 大家的反应 都是很支持台湾的 那澳洲呢 现在也改口了 澳洲呢 也在说是 这个要求共产中国克制 所以说澳洲呢 也跟上了这期欧盟的 这个态度 但是当然呢 那整个全世界最支持台湾的 最力挺台湾的 仍然是美国和日本 美国和日本仍然是第一梯队 剩下的是属于第二梯队 那到现在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印度 印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态 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个态度 那但是总体而言 全世界的反应 我觉得还是令人很欣慰 那是尽管全世界的反应 比大家想象中要激烈 要一致 要团结一致 那但是呢 共产中国仍然持续的 它的这个军演 恐吓的行为 那你像今天呢 是有68架军机 13艘船舰 那在骚扰台湾 那其中呢 应该有部分的飞机和船舰 是跨越了台海的中线 那台湾的国防部呢 没有披露这个数字 但是路透社呢 有接到消息 说是有20架军机 10艘船舰 跨越了台海中线 就是这个数字 就是说总体而言 68架军机 13艘船舰 骚扰台湾 这比昨天的数字 是要高的 比昨天的数字要高 按照共产中国这边的说法 是最终可能会有 上百架的军机 会骚扰台湾 这对于台湾的空军 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那台湾的空军 台湾的国军 也提到说 会有这个暗制的 这个防空飞弹 会帮助来因应这个情形 那我相信台湾的国军 是能够应付的 那我相信台湾是能够应付 那大家对于台湾是有信心的 对于台湾的国军 也是有信心的 那这是关于 现在的这个共产中国的 持续的军演的动作 那也包括说 有四架次的无人机 那到台湾金门附近的 列宇 北定的上空 那驻守的台湾的国军 当然也是发射信号弹驱离 所以说这就是目前为止 相关的军事的行为 还有世界各国的反应 那台湾人的反应 是让世界各国还蛮惊讶的 尤其是让外国的记者 外国的媒体特别的感佩 因为以前 就是说大家对于台湾人的反应 有的时候有一种误解 有一种误解 就是说 是以为说是台湾人是 完完全全不在乎 共产中国的这些 恐吓的行为 就是不在乎的意思 就是说 有的时候可能会被解读为是 认为这个情形不严重 就是说 不会发生对台湾有威胁的事情 或者说是对情势的判断 过于的轻忽 有的时候会被外媒这样来解读 但是这一次呢 外国媒体 大家更深入的跟台湾 很多很多人交谈 最终呢 其实发现说 可能有一部分台湾人 的确是对这个情势有所轻忽 但是更多的台湾人 他并不是对这个情况轻忽 而是真的能够下定决心 坚决的来捍卫台湾的国防的安全 大家真的是 是有这样的决心的 那外国的媒体 外国的记者 对这些台湾人 有越来越多的接触 有越来越多的理解 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佩 台湾人的冷静 同时还有坚定 就不只是冷静 因为冷静 也有可能是对情况 不太理解 对情况有所轻忽嘛 更重要的是台湾人的坚定 坚决的来捍卫台湾的意志 这个是让外国媒体 非常非常感佩的 比如说呢 我就在推特上面看到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 就跟妈祖的一名16岁的年轻男生交谈 那这名16岁的年轻的妈祖的这个男孩 就披露说 他们整个班级 大家都在网络上面 跟共产中国的认知战作战 而且呢 他说他在到达能够服役的年龄的时候 他一定会去参军 一定要保家卫国 那让这名外国的记者 非常非常的感动 就是他们感觉到说 台湾的年轻人 真的不是说对这个状况不了解 而是说了解了 知道共产中国的威胁 知道共产中国的野心 还下定决心 要来捍卫台湾 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 包括我看到 也有很多记者 非常的佩服 蔡英文总统 所发布的这个谈话 对蔡英文总统展现出来的冷静 镇定 坚决 绝不退缩的这个态度 也非常非常的感佩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无论说共产中国的意图是什么 但是最终他其实向世界展现了 不单是台湾的实力 还有台湾人的意志力 那其实也播出了很多外国媒体 外国记者对台湾 有的时候有过一些误解 那么现在随着更多的新闻报道 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那大家越来越能理解说 台湾人很多时候 不是说不知道情况危急 而是说大家在心里 已经做好了准备 说哪怕是在最坏的情形下 台湾人也绝不屈服 绝不退缩 大家是有这样的心情 所以外界看起来说 台湾人很镇定 台湾人是镇定 台湾人不是说不理解这个状况 我觉得真的是令人很欣慰 不只是说台湾在这一次危机中 展现出来的台湾国军的实力 台湾人民的坚定的意志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 她所对外表现出来的冷静 镇定坚决 都是非常非常 我觉得对于台湾国际形象的提升 对于世界对台湾的理解 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所以说共产中国她这一次 她的意图可能是想要恐吓台湾 恐吓日本 恐吓美国 那同时呢 对外展现共产中国的能力 但是我很怀疑 共产中国可能是 她的这个意图会遭遇到反噬 会是一个反效果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